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读一读《中山南传》 作者是马中西 马中西,明代的官员,文学家,自天路 好东田,祖籍大都 先世未必战乱,与明初洗于故城县 成化十一年的近世,光至幼都玉史 以宾世为朝廷论罪,瞎玉史 人诗文,生平有文明,李孟阳,康海,王九诗 曾诗从于他,著有东田籍 马中西,长于赏文,他仍不一门半户而拙然致力 文章写得横溢齐取,成就颇高 他创作的预言故事《中山南传》 写东郭先生以奸爱之心救狼,显被狼所害 说明对狼一样的恶人,绝不可讲仁慈或抱任何幻想 文词华丽优美,故事发人深省 深受后人的喜爱 这是马中西的整篇文章的原文,比较长 我们在学校里面课本上面的文章 只是这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摘录 今天我们就来全文的读一读 赵简直大猎于中山 赵简直啊,这个是个人的名字 大猎就是大规模的打猎 在什么呢?在中山这个地方 渔人岛前,渔人就是广山的官 向导在前面带路,导前 阴犬落后,阴裂阴,犬裂犬,跟在后面 洁晴自受,阴弦而道者不可胜数 敏捷的飞禽,凶猛的野兽 就是洁晴敏捷的自受,凶猛的野兽 阴弦而道者,随着那个弓箭的声音 被射倒的不可胜数,数不尽的 有难当道,在路上面 人力而踢,像人一样的踢 就是站着,站立着 简直垂手登车 赵简直就是这个人 赵简直垂手就是从容的站在车上 原五号之宫 拉开五号 就是这个宫呢,是五号这个地方产的宫 霞树胜之师 就是拿着,持着树胜 这个地方出的箭 一发轻雨 一箭发出气,就射进了蓝的身上 雨就是蓝的身上 蓝失声而哺 失声就是嚎叫 嚎叫者而哺 哺就是逃跑 简直怒,赵简直很怒,很生气 驱车逐之 驱车就是赶着车去追逐这皮蓝 金尘弊天 扬起了尘土 遮住了天 竹音鸣雷 竹音就是车马的声音 鸣雷像打雷一样 十步之外 不变人马 分变不清人和马 十 这个时候 末者东郭先生 信仰末家的东郭先生 将北市中山一干事 将要往北走 到中山这个地方 以求做官 赵简直在河北定县一带 大规模地打猎 广山的官在前面开路 猎鹰猎犬成群地在后面 飞禽猛兽 随弓箭声 重箭倒下 真是数也数不清 有一只狼挡在路中 像人一样直立地嚎叫 简直 从容地从车上站起来 拉开乌浩 这地方藏得好功 搭上树胜 这地方出得好见 一箭射去 就深深地射进 狼的体内 狼嚎叫着逃跑了 简直很生气 赶着车子去追狼 扬起尘土 遮住了天空 车马的响声 如同打雷 十步以外 连人马也分变不清 这时有个墨家学派的东郭先生 正要往北边到中山去找光座 侧千驴 赶着跛脚的驴子 狼图书 就是装着图书 竖行是道 早晨走路 但是狼迷了路 万成经济 万将的尘土 吓到了 狼掩志 狼忽然来到 迎手固约 伸着头望着说 先生岂有志于 既无哉 先生难道不是有心 去救济万物吗 西毛宝 放龟而得渡 往西毛宝 他的部下 放了白龟 才能够渡河 随后救蛇 而获珠 随后救了一条蛇 获得了珠宝 龟者顾服 淋于难也 龟和蛇本来并不聪明 比狼来说 没有狼聪明 今日之事 今天这件事很危急 何不使我得早 处狼中 以狗言长传乎 为什么不让我 早处狼中 早点躲在袋里 就是他的那个书袋子里面 装书的袋子 以狗言长传乎 以勉强延续我的生命 一时坦德脱颖而出 一时就是他日 假使我有了出头之日 先生之恩 这个恩情 生死而肉骨也 使死者复生 生死 肉骨 白骨斩肉 敢不努力以效龟蛇之成 怎敢不努力去返效 龟蛇报恩的诚意 他赶着跛脚的女子 装着图书 早晨赶路迷了路 望见尘土滚滚而来 吓得心惊肉跳 男突然来到跟前 伸着头望着东郭先生说 先生难道没有 奸爱救物的志向吗 从前毛宝的部下放了白龟 他们被龟驮隔了河 随后救了一条蛇 因而获得了珠宝 龟蛇本来就比不上狼聪明 今天我遇到这样危急的事 为什么不让我能够快点 躲进你的书袋里 以使我垂危的生命 能够勉强的延续下去 将来 倘若我有出头之日 先生的恩情 犹如使死者在生 白骨在生肉 怎敢不努力返效 类龟蛇报恩的诚意呢 先生曰 东郭先生说 西 私辱狼 已犯世青 私辱就是 我偷偷的 我私自 保护 你这匹狼 已犯世青 因而冒犯了大官 无权贵 得罪了有权势的贵人 祸且不测 灾祸还不能预测 敢忘报呼 还真敢指望你报恩呢 然莫知道 然而莫家的道义 兼爱为本 无中丹 犹疑活如 我总是 应该 有一个办法 来救活力 脱有祸 唐使遭受了灾祸 故所不辞也 本来就是我不会推辞的 来除图书 于是道出图书 空蓝驼 腾空了他的口袋 徐徐淹死蓝其中 慢慢地把蓝装在里面 潜于跋壶 前头怕踩着蓝的下巴 后孔置尾 后头又怕压走他的尾巴 三那之而未克 三次装蓝 没有装好 徘徊荣语 迟疑地 缓慢地 动作比较缓慢 追者易近 而追狼的人 越来越近 东郭先生说 哎呀 偷偷地庇护你这只狼 因而冒犯了大官员 得罪了有权势的贵人 会遭受到什么灾祸 善难预料 还敢指望你什么报答呀 然而墨家的主张 是以奸爱为根本 我总要想个办法 救活你的命 即使遭受灾祸 我也不会退缩 推迟的 于是就到处了图书 腾空了口袋 慢慢地把蓝 装进去 前边担心蓝的脚 踩着下巴 后边怕蓝的屁股 压着尾巴 装了三次 都没有装进去 正装与不装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追蓝的人 越来越近了 这里的徘徊荣语 就是这个意思 正装与不装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蓝请约 恳求 都说 事急已 事情很紧急了 先生果将一训 旧焚迷 果将在旧火 或者是旧沥水的时候 来讲礼节吗 而明蓝必扣道也 而明蓝 蓝就是驾车 躲避 扣道 就是盗贼抢劫的时候 来驾车躲避吗 唯先生熟徒 指望先生赶快地想办法 来狙击四足 于是弯曲的四肢脚 引笋而束缚之 用笋指绑住了他 下手自尾 弯下头到尾部 取疾掩护 尾所获取 弓者几粮 掩护者下巴 尾所就是像刺蝟一样 锁起来 获取像雌祸虫 那样弯曲着身子 蛇盘归膝 像蛇一样盘起来 像龟一样屏住了气息 以听命先生 来听评先生的安排 先生如其子 先生照他的一丝 装进了口袋 碎阔狼口 随即扎好了袋口 尖举驴上 用尖扛起来 放在了驴上 隐蔽到左 千驴 躲避在道路的左边 以待造人之过 以等待造检之过去 蓝恳求说 情况紧急了 先生难道真的要在救火 救滤水的时候 还要弯弓捉衣 讲究礼貌客套 在遇到倒扣时 人像平时一样 驾着车 响着铃铛铃声 来躲避吗 希望先生赶快想办法 于是男自己就 卷缩起四肢脚 让东郭先生 用笋子捆绑起来 男把头弯下到尾部 把脊梁弓着 掩护住下巴 向刺蝟缩成一团 向雌祸虫弯曲身子 向蛇盘起 向乌龟缩着脖子 屏住呼吸 来听评东郭先生摆布 先生便依照他的意思 把狼装进口袋里 随即扎好袋口 用尖扛起 放在驴背上 把驴牵到路边 等待赵剪之一行人过去 以而剪之至 一会儿赵剪之到了 求狼福德 他找狼没有找到 胜路大发露气 拔剑掌援 端氏先生 拔出剑 就是砍断车缘的头一端 就是砍断车缘的一端 展示给先生看 骂约并骂道 敢为难方向者 敢敢隐瞒难的去向者 有如此源 就像这车缘一样 先生复制就地 先生就趴下了 自跪在了地上 匍匐已尽 爬着向前 继而言约 跪着就说道 必人不会 我本人不聪明 将有志于是 将有志向 在这个世界上 奔走辖方 奔走远方 致迷正途 自己还迷失了路 又安能发难记 又怎么能发现 难的中记 以指示 夫子之音权 来指引你的 列音列权 然常文之 然而 常就是曾经 我曾经听说 大道以多骑亡羊 大路上 因为多骑 多骑就是 很多的岔路 亡羊 就是丢失了羊 夫羊 亦同之 可自知 一个小孩子 就可以管住羊 如是其顺也 像这样的温顺 善以多骑而亡 还会因为 多岔路 而走丢的 一会儿 赵检知道了 找男没有找到 大发雷霆 拔剑 把车员的一头 砍了给 东郭先生看 并骂道 有感隐瞒 男的去向的 就叫他 像这车员一样 东郭先生 急忙跪在地上 爬到赵检之跟前说 我很无知 却还想在社会上 干点工作 由于奔走在 他乡异地 自己连走路的方向 都迷失了 又怎么能发现 男的踪迹 来指点 你的猎鹰猎犬 去扑捉了 然而我听说 在大陆边 犯羊 因岔路多 容易丢失羊 羊 一个小孩 就可以管住他 像这样的温顺的 还因为 多岔路 而走丢 男非 羊比 男不能跟羊相比 而中山之旗 而中山 这里的岔路 旗岔路 可以亡羊者 可以丢失羊的岔路很多 和羡 怎么能够限制住 来区区寻大道 以求之 而你却紧紧顺着大路 来找狼 不急于守株原木乎 这不就等于守株带兔吗 原木求鱼吗 原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面 去找鱼 叫原木求鱼 旷田猎 旷且狩猎 鱼人之所事也 看伤人的 他的事 君请问 猪皮光 请问 请去问问 猪皮光 戴着皮帽的人 行道之人 何罪灾 我这过路的人 有什么罪呀 且彼人虽鱼 旷且我本人虽然愚笨 独不知夫郎呼 我难道不了解 那难吗 性贪而狠 本性贪婪 凶狠 党财为略 结活财 干坏事 君人除之 里人除掉他 故当亏 佐竹 以效威劳 我本来就应当 举起左脚 尽一点连力 又肯 会之而不言哉 又怎么肯 隐瞒他 隐晦 隐瞒 而不说出来呢 男可不能跟羊相比 而中山可以走失羊的岔路 不知有多少 你却仅仅顺着大路来追捕他 这不禁于守株带兔和原物求鱼吗 况且小人虽然愚蠢 那人不知道那男本性贪婪而且凶狠 根材结成一伙 作恶害人 里人除掉他 我本来应当出一点绵薄之力 又怎么会隐瞒他 而不告诉你呢 简直默然 赵简直默默无言 回车就到 调转车头 上路走了 先生一驱驴 东郭先生也赶着驴子 坚程而尽 加快赶路前行 两久 过了好久 羽毛之隐见末 赵简直的遗战 他的旗帜 毛就是他的旗帜 渐渐消失了 车马之音不闻 车马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难度简直之趣已远 估计简直他们离开已经很远了 而坐声南中约 便发出声 在带中说道 先生可留意义 先生可以关心关心我了 出我狼 放我初代 解我腹 解开我的笋子 拔尸我臂 拔掉剑 在我的胳膊上 我将肆意 我将要走了 先生举手出狼 先生动手 就放出了狼 狼咆哮为先生 咆哮就是狂叫者 告诉先生 视为愚人族 刚才我被打猎人追赶 骑来胜数 他们来得很快 信先生生我 幸亏先生救活了我 赵简直无话可说 只好调转车头 沿着原路回去 东郭先生也赶着女子 加快脚步往前走 过了好久 赵简直的一站棋子的影子 渐渐消失了 车马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狼估计赵简直已经走远 便在口袋里叫了起来 先生该关心我了 把我从口袋中放出来 把捆我的笋子解开 把我胳膊上的剑拔掉 我要走了 东郭先生动手 把狼放了出来 狼咆哮着对先生说 刚才我被打猎的人追赶 他们来得特别快 幸亏先生救了我的命 我累胜 累就是饿 我现在饿极了 累不得食 饿得得不到食物 亦终必完而已 也终归必死 与其击死道路 饿死在道路上 为群守食 为一群野兽吃 物灵必于愚人 还不如死在猎人手上 以主斗于贵家 以便成为 主就是食具 斗就是食物 在贵族的家里面 先生即末者 先生即是末家的信徒 磨顶放肿 从头到脚后跟 都要磨练自己 师一立天下 想牟利于天下 又何另一区 但我而全微命乎 又何必吝啬 一个区 就是一个身体 但我给我吃 而全微命乎 而保全了 我的微小的生命呢 睡骨纹粪爪 张嘴 五刀爪 倚向先生 扑向了先生 先生 参足一手 先生慌忙地 用手跟他搏斗 且搏且雀 边搏斗边退去 隐蔽驴后 退到 隐蔽到驴的后面 便悬而走 打转转 围着驴子走 我现在饿极了 饿者得不到东西吃 也终归是死罢了 与其饿死在路上 被别的野兽吃掉 还不如死在猎人的手中 把我放在贵族人家的食具中 当食品 先生既然是墨家学派的信徒 不怕劳苦 一心为天下之人牟利 又何必吝惜您的身体 给我吃了 便可保全我的小生命呢 于是 男张牙五爪 扑向先生 先生慌忙用手 跟他搏斗 一边搏斗 一边往后退 退到驴子的身后 以驴作为掩护 围着驴打转 男终不得有家于先生 始终不能加害东郭先生 加害不到 先生一己立据 先生也尽力的去抗拒 彼此拒卷都疲倦了 隔驴闯息 隔着驴闯息 先生曰 先生说 男赴我 李太姑父我了 男曰 无非故欲妇辱 我不是本来 想对不起你 故就是本来 天生如被 天生离这样的人 故需无被食也 本来就是给我们吃的 相辞既久 双方坚持了好久 日鬼见移 太阳的影子 鬼就是影子 渐渐的移动 先生怯恋 先生就私下的想 向往就是天快要黑了 男赴群志 成群的男来到了 无死一夫 我也死定了 阴代男曰 这个代就是欺骗 因此欺骗男说 民俗 按照民俗 事宜必寻三老 事情有疑问 要询问三位老人 地形已 我们走吧 求三老而问之 找三位老人 来问问他们 男始终不能伤害到东郭先生 先生也尽力抵抗着 彼此都累了 隔着驴子喘气 东郭先生说 男对我太复心了 太复心了 男说 我本来不想对不起你 天生像你这种人 本来就是该给我们吃的 双方僵持了好久 太阳渐渐落山 东郭先生心想天快黑了 难会成群的到来 我就死定了 于是骗男说 按照民俗 事情有疑问 必要询问三位老人 我们走吧 找三位老人问问 他们该不该吃我 狗喂我 当时即时 狗喂 如果说 我应当被吃 就吃吧 不可及已 不应该吃 就算了 难大喜 很高兴 既雨皆行 就跟东郭先生 一起走了 月时过了一会儿 倒无人行 没有人 难尝胜 难尝得厉害 万老木将立路策 看见老树 立在路边 为先生曰 告诉先生曰 可问是了 可以问这老树 先生说 草木无知 扣言何意 问他们有什么用 难说 地问之 李直广问 彼当有言语 他应当有话要说 先生不得已 以老木 向着老树捉衣 拒树始末 详细地描述了 全部的情况 问曰 若然 难当 使 若然 难当 使我 如此这样 应该吃我吗 如果三位老人 说我应该 背里吃 就吃吧 不应该吃 我就算了 男很高兴 就与先生 一起出发 找老人 过了一会儿 路上 一个人 也没有 男饿得不行 看见旁边 有一棵老树 告诉先生说 可以问 这棵老树 先生说 草木无知 问他们 有什么用 男说 你问吧 他会有话说的 先生没办法 便向着老树 捉衣 把刚才的情况 详细地描述了 问说 如此这样 难 应当 吃我吗 墓中 轰轰有声 树里面 轰轰地 发出声 告诉先生说 我信也 我是信树 晚年老朴 种我的时候 当年老朴 就是老龙 种我的时候 肺一核耳 只费了一颗信核 玉莲滑 过了一年 滑 挂了一年 开花 再玉莲死 又过了一年 结果死 三年拱把 三年双手掌 围着就那么出 十年核爆 手臂抱着这么出 至于今 二十年已 到了今天呢 有二十年呢 老朴死我 老龙吃我的果实 老龙的妻子呢 也吃我的果实 外自宾客 外面来的宾客 下自卢朴 都要吃我的果实 又富裕 食于市 裕就是卖 果实在市场 以归利于我 以谋求利益 于我在我的身上 其有功于老朴 顺据 我给老龙的功劳 非常非常大 树中发出 轰轰的声音 对先生说 我是杏树 当年老龙种植我的时候 只用一颗杏核 一年后我开花 又过一年结果 三年时 我的树干 用双手掌 何为这么出 十年后 我的树干 得用双手臂 何为这么出 到今天 已有二十年 老龙吃我的果实 老龙的妻子 子女 也吃我的果实 外来的宾客 下到卢谱 都吃我的果实 我的果实 还拿到市场去卖 而获得利益 我对老龙的功劳 非常大 金老矣 今天我老了 不能脸华就实 脸华就是开花 结果实了 惹得老龙 很生气 罚我调媒 砍伐我的枝条 伤我枝叶 割掉了我的枝叶 且将售我公私 以事取职烟 还要售我 就是卖我 公私 就是卖给木匠 之事 卖给木匠的商家 商店 换成钱 取职烟 以 感叹吃 出巧之才 我抚锈无用 的树 伤于自己 老了的状态 求免于 辅月之租 而不可得 但求不要用斧头 来租 就是来杀我 还不可以 还不行 乳合得于狼 你有什么功德 对狼 来寄免乎 指望者免死 事故当死乳 这本来就应该 吃礼啊 言下正说着 兰赴古文奋爪 以向先生 张牙五爪 来进攻东郭先生 先生曰 兰爽蒙矣 兰违背了蒙约 爽就是违背了 爽约 违背了 思寻三老 约定好 要问三位老人 今直一信 现在遇到一棵信树 何惧见破也 何必马上 惧马上 就要逼迫 赋予皆行 又一起继续往前走 如今我老了 不能开花结果 让老龙很不高兴 他砍伐我的枝条 剪除我的枝叶 还要把我卖给木匠店 换钱 唉 我这不成材的朽木 老太的样子 还不能免除被斧头砍着 你对狼 有什么功劳吗 就指望免死 狼本来就要吃人的 正说着 狼又张牙舞爪 向先生进攻 东郭先生说 狼违背了盟约 约定好 问三位老人 现在只遇到一棵信树 何必迫不及待呢 于是狼和东郭先生 继续往前走 狼愈疾 狼更加的着急 万见老字 就是 字就是 雌性的流 老母流 暴日拜原中 暴日就是在太阳 拜原中就是在断墙之中 魏先生曰 告诉先生说 可问是了 可以问问这老流 先生曰 东郭先生说 向者草木无知 向者就是前面的草木无知 妙言害事 瞎话 坏事情 金流 禽兽尔 现在是流位 禽兽尔以 更何问焉 要干嘛去问他呢 狼说 帝问之 你只管问他 不问将蝶乳 蝶就是将要咬你 将要吃了你 先生没有办法 以老字 向老流 捉衣 再述史莫 一问 又讲述了事情的缘由 并问他 流皱眉瞪眼 视鼻张口 舔着鼻子 张嘴 向先生说 老性之言不谬 老性说的话 没有假的 老字 简历少年时 我老流 如像简 像栗子 那么小的东西 那么小的时候 狼更加着急 望见一头老母流 正在断墙之中 晒太阳 就对东郭先生说 可以问老流 先生说 前面的杏树 草木无知 说瞎话 当无事 现在是流 这是牲口 又问他干什么 狼说 只管问他 不问就吃了你 东郭先生不得已 向老母流捉衣 再次将之前的情况 叙述给了老母流 流皱眉瞪眼 舔鼻子 张嘴 对先生说 老性数的话 不错啊 我老流 还是如常茧 例子 一般小的时候 精力颇见 筋骨 力气 还很健壮 老龙 卖一刀 以义我 卖了一把刀 来换到了我 使我二群流 四南蒙 让我做副手 给其他流 干活在田地 在蒙就是田地 急赚 等我长赚了 群流日益老辈 其他流 老而无力 凡事我都知 凡事都是我来承担 比江时驱 他要奔驰驱使 我赴田车 我背负 干活的车 则遍途 以及奔区 选择 遍地的道路 就要前进 比江公根 我要公根田地 我托符横 就是车员的横幕 走焦窘 已必增井 走在焦野 就是焦野 来开辟 紧记的植物 老龙 是我有左右手 老龙 是我 对待我 就好像左右手 一时养我而挤 一时靠我 来供挤 婚姻养我而弊 婚姻依靠我 来完成 岁腹 依靠我 而交付 参与养我而食 参与就是良酷 靠我 来充实 来专满 少年时 筋骨剑撞有力 老龙 卖了一把刀 便换到了我 让我做群牛的副手 耕种田地 等我长转了 群牛日渐 老而无力 凡事都由我来承担 他想要我 跑快些 我便背着 耕田的车 选择 便利的道路 急速前进 他要亲自 耕种田地 我便脱去车架 走在焦野 开辟经济 老龙 对待我 犹如左右手 一时 仰仗我供给 嫁取 仰仗我完成 付税 仰仗我交付 粮仓 仰仗我专满 我义质量 可得 为喜之弊 如马狗也 也自己谅解 得为喜 能够得到 喜子 来遮蔽风雨 像马和狗一样 晚年 家储 无荡食 以前 他家存粮 没有一荡一食 今卖秋 多十壶已 现在 秋收 他的收获 多过十壶 晚年 穷居 无顾忌 以前 穷得家中 没有人理睬 今 吊臂 行春色也 如今 甩着板子 行走在村里 晚年 成 滋鹰 灰尘 就是他 滋鹰 就是装酒的 大容器 大器具 上面布满了 灰尘 哭嘴纹 刚哭了嘴唇 他自己 根本就没有酒喝 顺酒瓦盆 就是顺酒的勺子 半生未接 半辈子 没有装过酒 经堂熟记 如今 酿酒 用粮食 这个就是粮食 居尊女 拿着酒杯 这是酒杯 娇妻 妾妻 娇 就是娇冠 喜欢者 妻何妾 往年 衣短贺 就是初衣 短贺就是平民的衣服 履木石 跟木头 跟石头 住在一起 手不知疑 手不能 聚拢 聚不拢 心不知学 心里面 没有学问 金池 吐原册 如今 拿着书 吐原册 戴栗子 戴着帽子 腰围带 扎着皮带 衣冠博矣 衣服变着宽大了 穿着宽大的衣服 我自己也明白 现在 能得到 违杖 席子 遮风挡雨 像马和狗一样 原来主人家 一点存粮也没有 现在的麦子 收成有十壶 那么多 从前 主人 穷得 没人理睬 如今 可以逍遥自在地 感激 以前 主人家 风酒的酒汤 挤满了灰尘 嘴唇是干的 因为一直没有喝到酒 剩酒的勺盆 半辈子 没装过酒 如今 用粮食 酿着酒 拿着酒杯 浇灌着妻妾 以前 主人家 穿着初步衣服 和树木石头为半 手不会着衣 不知理数 没有学问 如今 拿着书籍 戴着帽子 扎着皮腰带 还穿着宽大的衣服 一丝一熟 一条丝绸 一颗粮食 皆我利 都是我的功劳 故欺我劳弱 但是如今 欺负我 连劳体弱 阻我郊野 还要赶我到郊野 冷风吹着眼睛 寒日掉影 寒冷天 就只能看着自己的影子 瘦骨临寻 瘦得像山中 凸起的那种翘死 脑泪如雨 闲垂而不可收 口水流下 而且收不住 竹暖而不可举 脚抽筋了 暖就是抽筋 不可举 没办法站起来 皮毛巨王 皮毛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伤痕 还没有痊愈 老龙之妻 肚切汗 小气 而且凶汗 从早到晚都说 留之一生 留这一生 无废物也 没有废物 都是有用的 肉可腐 可以做成肉干 皮可阔 可以做成皮革 骨脚 可切磋为器具 一根丝 一厘米 都是我的功劳 但是 如今嫌弃我 连老体弱 赶我到郊野 冷风吹着眼睛 寒冷天 看着自己的影子 骨瘦如凸起的石头 两肋连连 口水流得收不住 脚抽筋 也站不起来 皮毛也没有了 瘦得伤 还没有痊愈 老龙的妻子 又小气 又凶悍 一直说到 留的一生 都是宝贝 肉可以做成肉干 皮可以做成皮革 骨头和脚 还可以做成器具 子大儿曰 还指责他的大儿子说 有寿叶 刨钉之门 有连椅 你学习厨房 有连头了 胡不利刃 行以待 为什么不磨刀 在磨刀石上磨刀 来准备好呢 济世观之 济下来观看 是将不利于我 是将要杀害于我 我不知死所以 我不晓得会死成什么样 夫我有功 彼无情 乃若是 我虽然有功 他们无情 仍是这样子 行将蒙祸 不久将要蒙受灾祸 如何德于难 你有什么恩德 给过狼 既幸免乎 还指望幸免 言下正说着 狼又鼓闻粪爪 来扑向先生 先生曰 不要着急 遥望老子 站立而来 远远地看见 一位老人 处着拐杖 走过来了 须眉浩然 胡须的眉毛雪白 衣冠显雅 衣帽穿着修仙雅致 盖有道则也 大概是有道之人 主人的妻子 还指着大儿子说 你学杀牲口 也有几年了 为什么 还不磨好刀 等着呢 照这样的痕迹看来 世教准备要杀我 我还不知道 会怎样死 我虽有功 但马上摘祸 就要来了 你对狼 有什么恩德 还指望着 侥幸免死 正说着 男友张牙舞爪 向先生进宫 先生说 不要急 远远望见一位老人 处着拐杖 走来 胡须眉毛雪白 衣帽穿着 看起来先锋道骨 大概是位得道之人 先生且喜且恶 东郭先生又喜又惊 舍男而前 丢下了男 迎上前去 跪拜哭哭啼啼的 智慈约 就发话说 起赞人一言而生 求你老人家 说一句话 来救活我的命 赞人问故 问什么原因 先生说 四狼为愚人所窘 这匹狼呢 被猎人所追杀 求救于我 我食生之 我诚心地救活了他 金房于治我 现在反而想要吃掉我 力求不免 我努力求他 不肯饶我 我又当死之 我该当 因他而死 欲扫 言于骗食 想稍微延迟一会儿 试定 试于三老 讲好了 这件事在于 要问一问三位老人 初逢老姓 强我问之 最初碰到了姓术 强迫我来问他 草木无知 这几乎杀了我 东郭先生又喜又惊 撇下狼 迎上前去 跪倒下败哭哭啼啼 发话说 求你老人家说一句话 救我的命 老人家问怎么回事 东郭先生说 这只狼被猎人追他的走投无路 向我求救 我真心诚意地救活了他 如今他却反而要吃我 我努力求他也不答应 看来我会被他害死 想稍微拖延一下 约定这事以三位老者的话为准 最初碰到了老姓术 草木无知 差一点 男就吃了我 赤逢老字 其次碰到了老母流 强我问之 男强迫我问老母流 禽兽无知 又挤杀我 再次几乎杀了我 金逢藏人 现在碰到了你老人家 岂天之为上斯文也 岂不是天下还没有上师斯文人呢 就是说天下还不会让我这样的读书人去死 敢起一言而生 感胆祈求 您说一句话 让我活下来 因顿手站下 因此磕头在拐杖的下面 服服听命 趴着听老人家的话 赞人闻之 老人家听闻了 唏嘘在山 叹气多次 以杖扣篮约 用手杖敲击扣 敲击 难说 有物以理错了 别人对你有恩 而背叛他 不想莫大也 不吉利呀 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吉利 如为受人恩而不忍背着 儒家说 受人恩惠 而不忍心背叛的人 其为子必孝 他的为人必定孝顺 又为虎狼之父子 还说虎狼也知父子之情 再后来碰到了老母流 男强迫我问老母流 可是禽兽知道什么呢 男又差点吃了我 现在碰到你老人家 莫非老天爷还不想断送我这独树人的命 大胆请求您说一说 救我一命 说完 东郭先生就在老人家的手栈下磕头 等着老人家说话 老人家听了之后 再三叹息 用手栈敲击着狼说 你错了 人家对你有恩 你却背叛他 再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事了 儒家说 受别人恩惠 不忍心背叛的人 他为人必定孝顺 又说 即使是虎狼 也懂得父子之情 今如被恩 现在你忘恩负义 如是像这样子忘恩负义 则并父子已无以 那么连父子之情也没有了 于立身曰 于是大声的对男喝道 快走 不然将杖杀入 否则的话将用拐杖来杀死你 男曰 杖人知其一 未知其二 老人家呀 你只知道事情的一方面 不知道另一面 请恕之 请让我来述说这件事情 愿赞人垂听 希望你老人家 老神听一听 初当初 先生救我的时候 束缚我足 他捆住了我的脚 避我囊中 憋我在口袋中 压以丝书 压上面 就是用丝书压在我的上面 我鞠躬不敢吸 我弯腰滚背 我不敢喘气 又慢词 以说减子 他又用许多的话 来劝说减子 其意盖将 使我于难 他的意思大概是将 我憋死在口袋里面 而独切其利益 好独自偷取 这利益 施安可不治 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不吃掉他呢 现在 李万恩复义到如此地步 连父子之情 也没有了 于是大声喝道 狼 快滚开 不然 我就用拐杖打死你 狼说 你老人家只知道 这事的一方面 不知道这事的另一方面 请让我讲出来 希望你老人家 老神听听 当初 东郭先生救我的时候 他捆住我的脚 把我硬憋在口袋里 上面还用诗书 把我压住 害得我弯腰滚背 连气都不敢喘 他又用许多啰嗦的话 去劝说赵检子 用太多的时间 他的意思 大概是想把我憋拭在口袋里 好独自享受这利益 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不吃掉他呢 赵人 顾先生约 老人家转头 对先生说 果然如此 是意义 有罪 这样后义 也有罪了 义就是指的后义 这是一个比喻 先生不平 东郭先生不服气 剧传其男男 连惜之意 详细地说明 他专男在带中 可怜和爱惜 男的好意 男也巧遍 不宜以求胜 男也狡辩 不宜就是不停地狡辩 以企图求了胜利 老人家说 是皆不足以之信也 这些话都不够 拿来让人取信 是在男之 不妨再装间口袋 我观其状 我看看是什么样子 果困苦否 结果困苦不困苦 男欣男从之 男很高兴地 听从了老人 信足先生 伸脚给先生 先生复复 子男中 又捆住 装进了口袋 肩举驴上 用肩 扛在驴背上 而男未知之也 男却不知道为什么 战人福尔 魏先生曰 老人家帖尔 福尔就是帖尔 告诉先生说 有匕首吗 先生说 有 于是拿出了匕首 老人家回头 对东郭先生说 果正如此 那你也有罪过了 东郭先生不服气 原原本本详细地说明 他把男装进口袋时 怜惜男的好意 男也狡辩不休 企图取得胜利 老人说 这些话都口说无凭 我不相信 不妨再装进口袋试一试 让我看看那样子 到底有多困苦 男很高兴地听从老人的话 就把脚伸给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就把他捆起来 装进了口袋 再用尖扛起来放在驴背上 男却不知道老人要这样做的用意 老人贴着东郭先生的耳朵问 有匕首没有 东郭先生说 有 于是拿出了匕首 战人穆先生 战人使眼色 给东郭先生 使影必赐狼 叫他拿匕首赐杀狼 先生曰 不害狼狐 这不是害死狼吗 战人笑曰 笑着说 禽兽负恩如是 这禽兽万恩负义到这个地步 而由不忍杀 可是还不忍心杀他 你固然是个仁慈的人 然予以胜以 但是呢 愚蠢的也太厉害了 从井已救人 从井里救起别人 解衣已活友 脱下衣服救活了朋友 于比记则得 对于那人 这样做是恰当的 其如旧死地合 把自己选入绝境怎么办 先生 其此类乎 你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吧 人献于欲 仁慈到了愚蠢 故君子之所不予也 本来就是人们所不赞同的呀 言以大笑 说完大笑 先生也笑了 睡举手助先生操忍 老人动手帮助先生 拿着刀 共一狼一起杀死了狼 弃道上而去 丢他在路上便走了 老人家给东郭先生 使眼色 叫他用匕首去刺杀狼 东郭先生说 这不是要害死狼吗 老人笑着说 这禽兽万恩负义到这种地步 可你还不忍心杀死他 你固然是伪仁慈的人 但是愚蠢的也太厉害了 从井里救起别人 脱下衣服救活朋友 对于朋友是合适的 无奈自己要陷于绝境了 你大概属于这类人吧 仁慈到了愚蠢的地步 本来是人们所不赞同的呀 老人家说完便哈哈大笑 东郭先生也笑 老人于是动手帮助东郭先生 拿起刀子 一起把狼杀死 把他丢在路上便走了 本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狼刺人的本性 指出狼刺人的本性 是不会改变的 这可以使我们得到启发 即对于刺人的狼 和狼一样的敌人 不论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绝不能有丝毫的怜惜 只能与之斗争 直到把他消灭 否则必受其害 东郭先生就是在这方面 应当受到批判的一个典型 文章在写法上 最显著的特点 是运用理人化的方法 把中山狼人格化 把狼写得十分生动 具体深刻 东郭先生也写得十分突出 活灵活现 文章的语言精练 概括分墙 故事情节紧奏 完整 结构严谨 以矛盾的出现 发展 到高潮和结局 层次脉络非常清楚 通过人物的语言 行动 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好 今天这篇文章就读到这里 如果你想听什么文章 或者有什么建议 请告诉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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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